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这张图 我相信大家都有收到 有马来文版 有英文版 有中文版 我就拿中文版的来放 这张图昨天开始就在广传 然后他们就会说 其实大多数选民是反国阵的 西蒙没有输 我们只是分裂 然后只是很多人没有出来投票 你看有110万的人没有出来投票 然后投给国阵的才60万人 拒绝国阵的有82万人 我相信大家都有收到这张图了 至少有10位独友发这张图给我 发给我听清楚 发给我的就有10位 如果我是扫Facebook看到的 应该有看到几十次 接近上百次吧 这张图我就这样放着 跟大家讲 这张图片 为什么会出现 为什么会出现 其实道理很简单 说穿了就是西蒙的支持者 或者是西蒙本身 拿来忽悠他的潜在其他的支持者 来忽悠选民的 继续骗他们的东西罢了 就像我之前说 他指着鼻子说你是白痴 说你是傻瓜 他用这张图来跟你说 大多数选民拒绝国阵 这些blablabla 道理是一样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说 你看这张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支持国阵 599753票 没有错 但拒绝国阵 826820票 这个是对的吗 这个是最荒谬的 因为他把投给国盟的选票 当作是拒绝国盟的 为什么投给国盟的选票 当作是拒绝国阵的 为什么投给国盟是拒绝国阵呢 投给国盟不可以是拒绝西盟吗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 国盟现在不是反对党 国盟是执政党 不管在柔佛州 在这一次2022年的柔佛州选之前 还是现在我们的联邦政府 国盟都是执政党的一员 所以你要算国盟拿到30多万 33万票 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应该算在支持国阵这一边 因为如果没有国盟 这些票 在国阵跟在你西盟里面选 他比较可能会去国阵 他不会 二选一 他不会来你西盟 为什么 因为国盟跟国阵是同一个阵线的 他们不是反对党 所以这个图拿来这样做 就是很明显的误导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误导 然后很多人 人云亦云 也不会去思考 也不会去看 他们看到真的 拒绝国阵比较多 所以他们就觉得 我们西盟还很有希望 我们西盟是可以赢下来的 只是不公平 选委会不公平 选区划分不公平 法律不公平 有人玩臭 可以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开脱 为什么这么多人拒绝国阵 国阵还可以赢 大家千万不要做这些盲目的支持者 很容易被忽悠 很容易被带风向 很容易被欺骗的 这个是很可悲的 这个是第一个这张图的问题 然后很多人发这张图 他们要带出来的第二个讯息是什么 国阵在这次的周选 拿到71%的选票 我看一下有人发信息进来 71%的席位 但是支持国阵的票只有43% 很多人就会觉得 他们拿这张图出来 就想要带一个暗示出来 说什么 选区划分不公平 国阵只拿到43%的选票 为什么他可以拿到超过70%的议息 拿到71%的利息 拿到超过三分二 他们暗示选举不公平 这样子的讲法 我把这个移下来了 看我比较好 这样子的讲法也是完全不logic的 因为我们的选区民主制度 如果有多党竞争 就是谁多票谁赢 有三个势均力敌的党 你拿到四成多接近五成的选票 已经是很好的结果了 大家可以看韩国大选 我星期六的时候 其实也是韩国大选 星期五还是星期六 也是韩国大选 韩国总统投票 今年的韩国总统竞争没有这么大 你可以看回减几年的韩国总统 他胜选的选票也是30%罢了 因为当很多人竞争 就是多票的那一个胜 那关选区不公什么事情 当然你可以说选区划分不公平 这个可能对 因为你拿43%的选票 你拿到71%的席位 那我问大家 西盟在2018年的时候 拿到多少选票 大家记得吗 他只拿到50出%的选票 整个西盟在柔佛州 那他拿到多少席位 他拿到36席 也是接近70% 60多%的席位 这么当时没有说不公平 现在就要来炒作不公平 所以这本身是一个很荒谬 打脸的事情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给这些 无厘头夹头的言论 夹头的论述来忽悠 这张图片真的得到大肆的广传 我真的想不到理由 为什么这么白痴的东西 可以转发出来 道理很简单 就是这些西盟的支持者 或者西盟的人 他们觉得他们的支持者 很白痴 很笨 很容易被欺骗 就像之前在国会站不起来 他可以大剌剌的跟你说 我不是没有反对 我是用声让反对 我只是没有站起来反对 我没有举手反对罢了 其实是一样白痴的事情 一样不合逻辑 一样完全站不住脚的事情 但他们明明知道是这样子 他们还会一直拿来用 唯一的理由就是看不起自己的支持者 所以千万不要做这些容易被忽悠的 自己思考 等一下我会详细的把这些资料 发出来 然后给大家看我的计算 等一下到后面会讲 好 我们第一个讲题 就是西盟没有输 大多数选民反国阵 这样子的论述 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那我们休息一下 给我喝一口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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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